这边有个按钮 按下它 先选哪一班 然后按个班级 它就把班级调过来 将来你也可以把它改成月份的报表 按下哪一月份的报表 自动可以把资料带过来 其实也可以 或者是把哪一个什么样的资料自动调出来 你有个清单 自动就带出你要的资料带过来 其实逻辑上差不多 OK 所以自动带出资料过来 到另外一个地方 其实都差不多 所以也许你们将来 可以自己再去做变化 这个只是一个范本 我强调这是一个范本 你将来可以套用 所以我建议就是尽量你可以把那个范本稍微做整理 将来如果某些案例 然后你就想到有哪些 范本可以这样用 套用一下就OK了 也许这个也许你们自己再自己花一点时间 多多用 用了之后你用久了你就 比较知道该怎么去变 稍微修改一下 OK比如说同学常问的问题 像刚刚这个程式里面 像有同学问到说为什么这边会用Range 这边用Sales 其实常常最多同学就会搞不清 其实我的逻辑是这样 就是如果我要 取得的储存格是固定的 像这个H2它不会变 它永远都在这边 那我就会用Range OK 那什么时候会用Sales 因为Sales里面 主要是这两个词 可以是 什么呢 可以是 一个数字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这个会变动的话 那你会发现我都会用Sales OK 你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前面这边 也用Sales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只是说如果前面这边把它改成Sales 你要怎么写 Sales应该也会啦 Sales 然后刮胡 H2的话是先2 有没有 再逗点 然后 当你也可以打 H是多少 B C D E F G H H是8 太麻烦了 算了 就用H好 OK 这样也可以啦 只是说这样的叙述 跟用Range叙述好像比起来的话 我自己啦 我自己是觉得 好像 并没有比较 直觉 所以有的时候是自己写出的习惯 那你可不可以写成这样 可以 没有问题 另外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这边可不可以用Range 其实也是可以 这边如果要用Range 也可以 把它改成Range 只是说这边要改Range的话 要怎么改 Range 如果假设吧 如果用Range的话 那你就是要变A A什么A的话 A 有没有 然后后面的话 就是 and串切 一个I 然后后刮胡 这样子写 也是可以 OK 因为A 然后如果串2的话 不是A2 A2不是指这个 然后再来就变成3 那变A3 A4 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啊 对 只是说 好 就感觉怎么 就 当然 以起写的习惯上来看 这样写可以 可是比较容易写错的 而且它是字串 你硬是要塞一个 数字给它 理论上 虽然可以 但是 我是觉得 比较不恰当 所以 城市有千变万化的写法 不是说只能这样写 只是说 你会问我说为什么这样写 因为我习惯 那我要找出一个我自己习惯又不容易犯错的方法 就是好方法 OK 所以你 同学会有同学问到这个问题 这个不是说 只能那样写 或只能这样写 OK 所以你会发现每一本书 VBA的书 奇怪了 同样的东西为什么 不同的作者写出来的表达结果居然会完全不一样 而且差距这么大 就像你们看我的程式 再去看别的书里面写的程式 你会觉得 这吴老师写的真的太简单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自己去看 我自己看我都觉得 我写的还是比较容易懂 OK 而且有自己的style 有些书很奇妙 可能前面的章节跟后面章节 写的方法居然不一样 不晓得是那个作者是 精神错乱呢 还是说他可能 一时兴起是喜欢写这样 喜欢写这样 还是说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可能不同作者 共同创作的 也有可能 因为不同作者嘛 然后不同作者写的方式 习惯也会不一样 所以写出来的程式也会不一样 所以风格就迥异了 但是我建议 哪怕因为我个人习惯 我哪怕是拿别人的程式 参考 那我的习惯第一个 我一律改成我习惯的写法 否则呢 我怎么看怎么怎么觉得怪 怎么看就怎么觉得 那不是我的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 你可不可以照着改 可以 没有问题 前提就是说你要自己找出一个 你自己觉得写的舒服 能够理解 不会忘记的就是好方法 不要写错 因为像这个程式的话 一定要100分 写错一个字也都不行 这样自然而然 你会越写愉快 为什么 因为我一看 像 有些人 就是一看我就知道 这个人应该是有参考 我的一些想法吧 不然怎么可能会跟我的想法一模一样呢 可能 还是说英雄所见略童 因为我早期 我发现早期 YouTube上面有录这些相关以SaleVBA的影片 实在是没有那么多 我还算是比较早期 而且录的还蛮多了 不过我最近发现 好像越来越多 其他老师也做类似的事情 OK 不过打也不错 就是有点像抛砖引玉 让这个部分的姿势能够更活跃 OK 所以我把它改回来好了 OK 改成这样 我看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 所以特别说我有固定的习惯用法 你们将来也可以看要不要跟 如果你觉得有更多其他的写法 没有问题 可以自己去稍微再修改一下 没有关系 然后 不过最后还一个地方有问题 同意就是说 老师 这个地方 一般按下去 那刚刚如果用函数就自动跑了 你这边还要再按一下按钮 好像有点麻烦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今天不要这个按钮的话 我把它按右键剪掉 这个部分其实可以用 之前有讲过 有点像事件驱动 也就是当这个储存格里面被change的时候 那我就呼叫刚刚那个班级的那个sub 上个礼拜才讲过 如果你忘记可以回去再看一下 我把重点我再跑一次个 我把重点我再跑一次个 其实很简单 1 切到Vito Basic 2怎么样呢 请你找到你自己的专案 326的 那这个工作表叫序值1 所以你要找到这个序值1 的工作表物件 他就是他哦 OK 记得这个是工作表 这个是工作部 不要选择 点两下 当这个工作表怎么样 他被change的时候 不是selection change 是change的时候 那我就怎么样呢 我就 把这个 这个serange可以删掉 我就怎么样呢 判断 if if什么呢 他会用target告诉你说变动的是哪一个 所以呢你就是用什么 我先讲target 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点他里面的有一个address address就是哪 他变动的那一个 change 所以特别说关键在change 意思说这个工作表里面只要有change的话 他用target告诉你 说他的位置 如果等于h2 的话 所以我这个地方打h2 但记得是绝对位置 所以记得这边一定要加钱的符号 OK 上礼拜讲过 如果呢 他变动的那个位置 假如是 h2的话 then enter两下 打个enter 那做什么呢 call OK call 班级的那个sub 所以那个sub的名称 也不是这个 按错了 是这个 把这个怎么样 名称复制或者直接 你就把它打上就可以了 把它call 班级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就 不用再去重新 做什么事了 只要在这边加一个 worksheet change 用target 判断一下 是哪一个 address 当然呢 这个address 以后呢 也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target 点color color color 或者target roll 哪一列 只要有变动的话 其实都可以 蛮多种变化的 只要是哪一个地方有改变的话 那我就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 颜色性还蛮大 只要工作表里面的什么地方改变的话 那我就做什么变化 比如说 比如说甚至什么 我游标放哪里 然后我那里就把它变给颜色位 其实也可以 怎么写 其实蛮简单的 主要也是在这边可以做 我们试一下 下拉一下 二班 有没有 change call 那个 班级 call 班级 所以你会发现 这写出来 不就跟刚刚那个 用函数 用公式的方式其实是一模一样 只是说真的 刚刚那个东西塞 太复杂了 我想到我都觉得 那时候大家已经 整个面有难色 反而讲到这一个VVA的部分 反而大家好像 霍然开朗一样 我感觉好像 对 所以真的后来我发现 我后来就 所以这只有一种 选择 所以为什么同学 一直问我说 老师你干脆就教函数就好了 你就不要教VBA 不行 因为很多地方就是 没有办法 只能用函数 而且函数真的很多地方是做不出你要的结果 哪怕是做得出来也非常的麻烦 那怎么办呢 你只能用VBA OK 好像应该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案了吧 不然你就学Python 不过学Python可能更遥远 还是先把这个先做出来 其他的话还有 其他方法 OK 像用V路环数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 这边有一些解法 如果你不用刚刚那个方法的话 OK 另外我底下有补充 就是什么 后来我同学 这不会是进阶一点的做法 就是说 老师可不可以一班二班三班 假设说我们旁边这边 可以自动怎么样 把这个一班二班三班 自动在这边变一班二班三班 然后把人都放在一班二班三班 就是新增 三个工作表 自动把一班放在一班里面 有没有 这边这边一班放一班 二班三班 就是可以把这个工作表再分割出去 然后最后再把它合并回来 也是一样 又是 分分合合 在Excel里面 处理最多的问题 就是资料的分分合合 如果你资料的分分合合可以很快搞定的话 那其实 做起事来真的是非常顺手的一件事 因为你报表很快就做完了 OK所以这部分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重点就是这个下拉清单 自动可以做出来 关键就在这边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嗯 然后再试一下